电子竹南场爆发群聚感染 今天再新增32人染疫 累计确诊77人 四场7300人展开快筛 已经累计54人呈阳性 原本晶圆电子还一度强调不会停工 但是经由县府跟业者双边协调之后 下午三迭起全面停工48小时 机台停机不关店 四个厂区进行全面性大消毒 6月6号恢复营运之后 裁员工分流上班 并且可以使用医疗口罩进线 县府也承诺将协助社区 还有周边商圈居民进行普筛 苗栗四号一口气新增51例确诊个案 其中经元电子传播链就有32例 累计确诊77人 其他19例案情还在厘清中 至于快筛 直到四号上午共筛检2447人 累计阳性54人裁检PCR后 送往检疫宿舍进行得离 经元电大受冲击决策极转弯 全面停工两天 今天下午三点钟前面的停工 经元电史上头一遭停工48小时 期间所有厂区都将进行大规模清销 机台停机不关店 6月6号晚间恢复营运后 才员工分流上班 并可使用医疗口罩进入产线 而疫情爆发的源头到底在哪 卫生局直指就是员工宿舍的休息间 本国籍跟外籍的部分有一些的员工 是共用休息室 会来针对感染源的部分来做理清 经元电发出声明 停工两天出谷损失在4到6%左右 对营收没有重大影响 对抗顽强病毒指挥中心 除了派遣防疫团队进驻 支援防疫物资和隔离病床 县府也承诺将协助居民进行普筛 只短时间确诊数暴增医疗量能 够不够 由于目前苗栗没有任何一间 集中检疫所指挥中心入驻后 判能加紧脚步进行 会在晶圆临近的超风电子等 大厂也准备展开员工快筛 超前部署要避免疫情持续 恶花蔓延 解张心结 苗栗藏导